創造了半妻這個角色 不悟是什麼東西 不悟就是江戶時代對警察的稱呼 江戶時代就是叫警察叫做不悟 那不悟障呢 其實翻譯成現在就是警察小說的故事 警察小說的意思 那在半妻不悟障這個小說 它其實是一系列的小說 它很多很多本很多很多故事 它在這個小說裡面呢 它就使用了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描寫了很多江戶時代的風土人情 然後包括一些民俗信仰 或是一些鬼文的傳說 譬如說日本的第一篇的推理小說 我覺得應該就叫做阿文的魂魄 那阿文的魂魄就是剛本琴堂寫的 他寫的故事 然後也是《半妻不悟障》裡面的一篇小說 那它在阿文的魂魄裡面呢 它就是利用了日本的魂魄的這種魂魄 就是人死成鬼成魂魄這種傳說 去講一個行事案件 但其實是沒有那個魂魄的 那個魂魄那個鬼的出現其實是造謠的 真正的就是真正的凶手是利鈔其人 那那個剛本琴堂它創造半妻呢 就是運用了它的一些科學方法辦案 或者是比較理性的眼光 然後才偵破這樣子用假鬼 就是假造鬼神之名 然後所形下的犯罪案件 這是日本的第一本的推理小說 但它其實也是跟民俗學結合了很多 那接下來呢 下一個人物就到橫鉤正史 就像剛才講的《惡魔的手球哥》 或是像玉門島 那它就是安排了它的底下的偵探主角呢 跑到了日本的各個鄉下地區去破岸 那它破岸的那個地點呢 都是在那個非常兩不生蛋 然後烏龜不上岸的一個荒郊野外的一個小村落 那在小村落裡面呢 當然就會碰到一些密閉的習俗啊 或者是跟外人不得通婚啊 那或者是一些 有時候會甚至會有什麼 近親亂倫的 這樣子一個奇怪的事情會產生 那當然就可能會跟本家 或者是分家的爭奪家庭是有關係的 那所以說它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氣氛呢 然後營造出很強烈的那種黑暗 然後詭異的氣氛 那這樣的氣氛其實是跟像艾倫波 艾倫波也是寫推小說的 大家也會講到 他也是寫了這樣子很多類似的故事 那所以說橫空證實 他的民俗學的推理作品 就獲得當時非常多日本讀者的愛好 那接下來最成功的小說家 應該就算是近代的《驚奇夏宴》 他的《白鬼夜行》系列還有《相說百物語》 那相較於他的《白鬼夜行》 也就是《驚奇堂》系列 我更喜歡他的《相說百物語》 因為《相說百物語》就是跟《驚奇堂》比起來 因為有時候《驚奇堂》是很廢話的 他很囉哩吧說的 他就是他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然後就是一把夜就這樣過去了 然後可能推開一個門 然後他可以講出一大片的大道理 譬如說像讓我最嚇到的一個篇 就是在顧破鳥之下 他在講那個骨灰坦 就是他在一開始 我記得是關口炫 他在拿出一個骨灰坦 然後不是關口 就是反正就是有骨灰坦 然後就講到了關於日本習俗 對於骨灰坦的一個 一個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可是接下來《驚奇堂》會開始用 一大根什麼量子力學 然後測不準原理就是說 你確定裡面放的真的就是骨灰嗎 你沒有打開的話 誰知道裡面到底是不是骨灰 反正就是他就用一些 我覺得這樣詭辯 而且很亂七八糟 讓我覺得非常奇怪的 論述的方法 然後去講了這樣子的骨灰坦的故事 可是也是因為他這樣子很特殊的一個筆法 然後他創造出了所謂用科學理性的方法 去解構過往的傳統日本的時光 這樣子的一個觀看的角度 所以說他創造出一個讓大家覺得很驚豔 而且可以讓大家重新思考 我們現在看到的世界 真的是我們真的肉體所呈現的世界 還是說另一個地方 就是譬如說心靈世界有他的一個 另一個運行的規則 那當然新年世界可能就會連結到 關於那個潛意識 極地潛意識 或是一個民族性的這個觀念上面 好那接下來 萬木城學他的《路南》 也是很厲害的一個作品 像是《路南》大家應該 如果沒有看過小說的話 應該也對於電視劇也是知道的 就是鈺木宏演的 鈺木宏跟林愛友演的《路南》 那他是運用京都的背景 再講關於京都的神獸啊 還有那個就是古代的神明 陸神老鼠神 然後他們在爭奪權力之間 然後就把那個又把人間界脫下水了 這樣的一個奇怪的故事 奇幻的故事 那萬木城學就是找到一個 很可以連接現代跟傳統 然後中間一個灰色的地帶 然後在那個灰色地帶那邊 創造出一個詭譎南遍的京都世界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也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作品 那接下來 《山津田信山》 大家應該也是有讀過他的小說 他的小說很多 那他的小說的書名都是 像什麼名家蠕動之物啊 或者是手無作祟之物啊 那最新的不是水癡沉默之物 最新的應該是叫做一個 《優女怨念之物》 那是他今年還是去年 反正這幾年新出一個作品 那他在這幾個系列裡面呢 他就是一個真正的運用了 應該說是他是非常用力的運用了 很多日本的民俗學的信仰 然後以及就是搭配一些推理的手法 比如說詭計 密室殺人手法 或者是那個敘述性詭計 那甚至是 就是把這些詭計很巧妙的 跟那個日本的民俗做結合 比如說我就舉一個例子 像是我很喜歡的一個作品 叫做《名家蠕動之物》 那他是一本書 他書裡面有四篇的故事 四篇還有三篇故事 那其中有一篇叫做《名家蠕動之物》 他在裡面呢 他就是把場景時空設定在日本戰後的社會 然後在主角呢 就是女主角有幾個賣藥的女子 那時候因為剛面臨戰後 所以說很多物資的流通是很不順暢的 所以說當時新產生了一種行業叫做賣藥女 那賣藥女這種角色呢 他會把一些藥品 或者是 就是有點像 有點類似像台灣的賣玲瓏 那個炸戲狼那樣子 他會把一些藥品放在自己的背腦裡面 然後穿山越嶺到另一個地方然後去兜售 那他就是利用這樣子的一個賣藥女的主角 然後以及當地會有些迷迦的傳說 所謂的迷迦就是會走路的方式 在那個當地流傳者有一種怪物房子 他會在山林之間走路移動 那賣藥女就是發現了這樣子的奇妙的一個事情 然後就在想到底是為什麼 那這時候就會出現刀城營 也就是三千年現象裡面的一個主要的偵探角色 那他就去說明為什麼房子會這樣子走動 他是先說明那些迷迦的傳說到底背景是怎樣 然後接下來再用一些偵探推理的手法 去解構說原來那個不是房子在走動 那個其實是裡面有一個 反正是有一個盜賊在作怪 那到底是怎麼作怪的 大家可以去看 那我就不直接拆破這個迷迷 那像是他的手無作祟 或者是三魔吃笑 不應該發生什麼東西 好 然後 或者是燕媚附身 就是尤其我很喜歡燕媚附身 那一篇小說就是讀到貓鼓獸來 很厲害 很厲害的一個小說 他運用一種叫做 敘述性軌跡的一個手法 那在日本推小說如果要使用敘述性軌跡 其實是很冒險的 那最近讀到另一個敘述性軌跡就是 那個愛的神人士那一本 那除了像三金田信山之外 還有一個叫東野龜武 他的小說叫做夢幻花 他其實也是跟民俗相關的 為什麼相關呢 他講的其實是 他的場景 他的場景其實是現代的 但是他想要講的是江戶時代的背景 就是江戶時代那時候出現一種迷幻藥 那這個迷幻藥呢 其實是一種花的種子 牽扭花的種子 那當時江戶時代的政府 為了不要讓這個迷幻藥 就是牽扭花的種子的迷幻藥 流傳到人間 然後就像鴉片一樣堵害了人民 所以他就決定把這個秘密給封縮起來 所以這樣封鎖起來之後 那個東野龜武又很巧妙把這種封鎖 把它連結到日本的核子 日本的核產的問題 那所謂負面遺產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去怎麼看待那些 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就是他其實是負面的 是對人類有壞處的 這樣子的一個存在 這樣子的歷史 我們要去怎麼去看待它 比如說像德靈維響 德靈維響就是一種負面遺產的代表性 它其實是代表一種人類之間的一個對抗 那我們要怎麼去理解它 那它留下來我們要 我們身為子孫 就是有怎樣去負擔它 或者需要去承受它 甚至去改變它 這就是東野龜武 它一貫的人情 然後最後回歸到一個 心靈的這樣子一個 一個奇怪的結局 但不管怎樣 我覺得它這本書很好看 雖然說我覺得 覺得《絕集約定鳥》 就是跟其他 講到江戶時代背景的小說比起來 可是我還蠻喜歡它 就是聯繫何能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那另外就是關於公務美信 公務美信是我很喜愛 非常喜愛的一個大作家 那我一開始看它的本書神傳鬼怪傳說 這本小說就是我心目中的非常經典 它講的其實就是東京的七大不可思議的故事 那它當然場景是設定在就是江戶時代 那在江戶時代就有這種七大 在本書神傳這種地方 七大不可思議的一個傳說產生 那它就是利用了一些推理的手法也好 或者是只是在講一個風情人物 就是人情故事 然後重新去翻轉 重新去將那個七大不可思議的意義給扭轉過來 然後變成一個讓現代人可以接受的一個說法 那它這樣的改編其實是很好的 那像是補身體事件 或者是像通靈阿蘇 或者是三島屋奇異百物語 還有半鬼臉 這些故事呢 都是公務美信 在研究爬書 或者是理解了江戶時代的背景的時候 它所創造出來跟推理故事結合 那我最近有看它的一本書叫做 《若映兵分》這本書 《若映兵分》其實也是一個半推理的作品 它的推理成分不太濃厚 所以說如果想要看推理故事的朋友 我可能不太推薦這一本書 但我對這本書裡面就是一個場景非常的好奇跟感興趣 就是它在裡面描述了江戶時代的大衛王的比賽 就是大衛王比賽是我們 就是現在那個日本一個很出名的一個比賽嘛 就是比賽看誰吃得最多 但是在《若映兵分》 《公務美信》《若映兵分》這個小說裡面 它就實際的描繪了當時 日本的江戶人他是怎麼舉辦這種大衛王的比賽 就是可以看見這種大衛王的比賽這種雛形是怎麼發生的 那像這樣子的大衛王的雛形 其實也是一種民俗學的一個採風 然後去理解當地一個人土風情的一個 人民風情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我覺得《公務美信》在它的時代小說裡面是 在這個地方是做得非常的出色的 好 講了那麼多的作品 那雖然說講了那麼多的作品 大家可能對於所謂的民俗學跟推理 還是有一點點困惑 那我就是來舉一個比例好了 有一個小說叫做《莫爾格街兇殺案》 那這一篇小說是西方的推理小說之父 就是艾倫波寫的 這個兇殺案就在講一個閣樓裡面 發生了一件兇殺案 那這個兇殺案到底發生什麼 就是密廁殺的案件 雖然說窗戶打開了 可是那個窗戶是在一個非常難以 就是人類難以去爬到 就是攀爬的一個高度 可是裡面卻有人死掉了 那到底是兇手是誰 那在這一篇小說裡面的偵探 就發揮了他的科學犯案 然後理性的一個犯案精神 他就發現原來這其實是附近的動物園星星 就是跑進來然後亂殺人 雖然說我覺得真的有點鳥 就是為什麼設計會設計成這樣子 就是為什麼動物園星星會這樣子跑過來 然後就這樣殺人 然後就這樣跑走 這其實很不可思議 可是這樣子的寫法在當時 就是一百年前 是非常崭新跟突破的一種寫法 他其實是翻轉了所謂的哥德故事 大家知道哥德嗎 其實我這哥德的歌寫錯了 不是這哥 應該是哥哥的歌 哥德 Go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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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歐洲傳統的一種黑暗風格的寫作 就是小說的小說的特色 比如說像咆哮山狀 他就是哥德小說所創造的氛圍就是一個古堡裡面 然後會有一群人在裡面發生一些恐怖的案件 那這些案件是常人難以解釋的 那甚至會有一些兇殺案 或有一些傷害 就是虐 虐 就是施虐 或者是就是殺害了這樣子的故事會產生 那 那個艾倫波就是以一個現代的科學的角度 就是一個理性邏輯的這樣子的角度 重新去想 這樣子的哥德故事裡面 他所蘊含的一些現代性 那他所表現出來的小說特色就是像這一篇小說一樣 那當民俗學跟推理故事結合的時候呢 他的道理其實也是相通的 也是平行的 他們同樣都是用一種科學理性的 一個現代化的一個思考的角度觀點 重新去解構 重新去研究 重新去調查 這種不可思議的案件 那有一些奇妙的不可思議的民間習俗 經過科學理性的眼光去針對 然後去突破去理解 那他就會發現 我們就會發現一些不可思議的現象 那像我剛才之前講的 荊棘夏宴他的妖怪故事 其實也是在利用這些奇妙有不可思議的民間習俗 去指迫 去一針見血的看到 所謂的日本的民俗性是什麼樣的東西 比如說像他的《若新復之力》這一篇小說 他講的 他把故事背景 就是設定在日本戰後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有一個女子貴婦學校 那在裡面就發生一些稀奇苦愛的案件 但那其實他想講的 就是經濟夏宴在這篇小說裡面 他想要探討的是在日本 就是日本戰後 就是戰分時間的一個日本倉妓的問題 還有日本的女權問題 那日本的女性地位 到底是怎麼從傳統走到現在 那他從傳統走到現在 這個過渡的階段裡面 到底呈現的是什麼樣的面貌 在《若新復之力》裡面 他其實就是 若新復是一種妖怪 是蜘蛛妖怪 蜘蛛女郎這種妖怪 但他其實是利用這種蜘蛛女郎的妖怪 重新去表現出所謂的日本的女性 他是怎麼看待自己 他是怎麼看待社會 那他是怎麼跟日本這個社會去相處 有些可能是吞人 那有些可能是 從接受到一些西方的文明之後 就會覺得自己有女權 所以說我要去宣揚了女權 那我要捍衛我的權利 那這樣子的一個表現手法就是 若新復之力他想要講的一個重要的核心 就是我們不能只是把關心的那個點 就是放在妖怪或是那些奇怪 然後有趣的東西上面 那荊棘下燕他其實是 在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角度裡面 重新去講我們為什麼 就是女性 就是女性是怎樣走到現在這個階段 那他在過渡的階段是 又是產生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好 那在這裡我講的例子 有一本書叫做《驚奇緒白鬼》 他也是荊棘下燕寫的一個小說 我非常喜歡這本小說 因為就是 他打破了我對荊棘下燕的刻板的印象 他其實這本小說是一個喜劇小說 大家有讀過嗎 就是荊棘下燕寫的一個小說 如果我沒有讀過的話 我很建議可以去讀一下 因為他非常非常好笑 當然我說他非常好笑 是真的很好笑 可是他的筆法就是 一樣就是那種荊棘堂的筆法 就是寫了一大堆羅里法術的話 然後會有一些 你要花很多時間才能理解的 一些論證什麼的 可是他在這本小說裡面 他運用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加構 來重新去增添這種 他的論述的有趣度 他其實這本小說 就是一個公務小說我覺得 他是有點像公務電影 就是有一個非常喜歡妖怪的 多多良老師 多多良大師 他是一個很喜歡妖怪的一個人 那他是一個非常非常胖的一個人 他很喜歡妖怪 所以他就是有個願望 就是他跑到日本各地去找尋 妖怪民俗的傳說 那他要去跑去 他跑去找那些傳說的同時 他旁邊有一個同伴 就是也是對於日本的傳說民俗很喜歡 那所以說他們就兩個人結伴 就是周遊了日本的各個地方 然後去看一些有趣的民俗 比如說寺廟啊 或者是一些聽狗的足跡啊 類似這樣子有趣的一個民俗的故事 民俗的場景 那他在這本書裡面 金吉香在這本書裡面 也運用了很多 鳥山實驗的妖怪故事 那鳥山實驗呢 是江戶時代的一個畫家 那很多很多就是 金吉香就是用了很多 鳥山實驗跟陶山人的妖怪繪本 去架構出他的妖怪的體系 他在這個故事裡面 他在這篇裡面呢 其中的妖怪就叫做霓天坊 霓天坊是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傳說在以前的日本 北國有一個老翁 他有一塊地 就是就是有一塊地 然後很很很肥沃 那結果呢 那個當他那個老翁死掉的時候 他那個田呢 就是寄生到了兒子的手上 可是這個兒子呢 非常的那個就是沒有守成 然後耗吃懶做 甚至要把那個田賣給別人 這個時候呢 田裡面就出現了一個妖怪 他是一個獨木的黑物 就是他只有一隻眼睛 然後全身都烏騎蠻黑的 然後一直會跟人說 滑我田滑我田 這樣子一個奇怪的妖怪 這個霓天坊 雖然說大家不太熟悉 不過在日本也算是一個 在當地也是 很有名的一種妖怪 甚至有些那個相處 他會為這種霓天坊設計 他的銅像 就是當作一個觀光景點 那在這個霓天坊的傳說裡面 經濟蝦燕他就重新去解構了 就是我覺得經濟蝦燕很厲害 是他重新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研究 所謂鳥山實驗他為什麼要創作這些妖怪的故事 那他創作這些妖怪故事呢 他的原因是為什麼 他因為其實是在罵人 就是經濟蝦燕 他在這本書裡面寫到 鳥山實驗當時他所生存的 那個家務時代的背景 他的交流狀態是怎樣 其實有些時候 鳥山實驗他畫了某些畫 他並不是在畫妖怪 他是在影射某個當時有名的政治人物 然後說他就是 說他那個什麼就是耗吃懶做 那當然這些都是經濟蝦燕的推測 不過他的推測是非常的有條有理 而且會讓人覺得就是對 他講的就是對 很厲害的一個故事 我很推薦給大家 就如果說大家對經濟蝦燕很有興趣的話 就相較於他的 譬如說像經濟蝦那樣子 比較像是除魔 然後除媚陰陽式的這種系統 經濟蝦白鬼那個妖怪大師多多良 他其實也是講很多關於日本的民俗傳說 是怎樣怎樣這樣形成 並且是用一個科學理性的角度去 重新挖掘重新去理解的 一個有趣的推理作品 好 那麼接下來就講到我的創作 就是因為我讀了很多的 日本的漫畫也好 或者是推理小說也好 他用了很多這樣子結合歷史啊 民俗學的傳統 做的這種推理的結合的範例嘛 那當然台灣也有人這樣子做過 那個人就是陳家正老師 他有寫過《海鈴記殺人世界》 還有《布袋系殺人世界》 那他同樣也是運用了台灣當地 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個很有特色的作品 很有特色的一個民俗的物件 譬如說像《布袋系》 或者是像《海鈴記》這樣子的故事 那所以說我當時就是 在想說要寫小說的時候 我就想要把台灣歷史跟偵探推理這樣做結合 但事實上呢 我跟妖怪的第一次卸購其實也蠻有趣的 那是在四年前 我在青大讀研究所的時候 在水木書店 他是在青大裡面那個書店 因為那個時候是夏天然後很熱 那我就剛好就走進去想說那個 可以吹吹冷氣 那結果水木它裡面沒有冷氣 所以說我還是一樣很熱的在裡面逛書 逛書櫃看看有什麼書 反正就是閒著沒事 那這時候我就看到一本書 它叫做《台陽底記》 那裡面有一篇叫做《明海見滾路》 我就很好奇上面就是會成 但是因為那個當時太無聊 所以說我就把這本書隨便拿起來看一下 然後就發現有一篇故事裡面 其實不是故事啊 是一個計時的案件 他就寫了一個就是作者的一個親身的經歷 那時候他從澎湖 回到他那個唐山的他的故鄉 就是他解任的 就是所謂的解祖就是說 他那個任職就是吊派 就是吊派就是有那個什麼 吊班 所以他回到那個中國大陸去 那結果他在航船的過程當中 就遇到一隻大螃蟹妖怪 然後那時候因為夏天很熱 然後我很餓就是非常非常餓 那再加上我是一個很喜歡吃海鮮的人 我非常非常愛吃海鮮 尤其是喜歡吃螃蟹 那所以我在想 天啊這個螃蟹太大了吧 就是像桌邊那麼大一個 那如果說把它清蒸的話 應該會很好吃 那如果不清蒸的話 然後就是燉湯 那或者是有其他的料理方法 或是焗烤 那應該都很好吃 因為螃蟹那麼大一隻嘛 那吃都吃不完嘛 因為平常螃蟹就是小小一隻而已 所以說我就想天啊這個故事太有趣了 如果說真的存在的話呢 那該有多好 那當然就是那個 只是一個我的一廂情願而已 但也因為我那時候非常餓 所以說我就把這件事記起來了 就記在我的心裡面 就有一隻大螃蟹在黑水溝裡面 可是從來我都不知道 從來都不知道 從來都不知道 原來有這種事會發生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才驚訝的發現到 原來台灣有很多 很多獨特的妖怪的故事 是我們不知道的 是我們沒有去理解的 或者是還沒有去接觸的 那另一個有趣的故事 就是在網裡的台灣限制裡面的傳說 其實這個怪蛇的傳說 這兩篇都是在我幻子卡裡面 寫的一個妖怪的主角 那像網裡的這個台灣限制裡面的 這個妖怪蛇 魔蛇 他其實不是只有網裡講到 就是有很多很多 至少十幾個裡面都有講到 關於黑水溝有蛇怪 有魔蛇的傳說 那這個魔蛇他是很厲害的 他有就是身上好幾百里 那他的尾巴是很花翹的 甚至有毒 然後也會噴出毒物來 然後迷惑他人 這個就是這個妖怪的一個存在 所以說當我發現 台灣有這麼多有趣的妖怪的時候 我就想也許我也可以嘗試著 用經濟下宴的寫法來寫 關於台灣的妖怪傳說 但其實我跟經濟下宴的寫作 還有一種根本性的不同 雖然說我們都是在前面 就是會引用一段關於妖怪的文獻 就是比如說 倪田坊的那個老翁 他其實就是妖怪 會變成妖怪來 那我在我的小說裡面 會這樣子寫到 有一隻螃蟹妖怪是怎樣 然後接著開始進行我的小說敘述 但其實我跟經濟下宴的方向 是完全完全不一樣的 我甚至可以說 經濟下宴的露宿 在台灣我覺得還沒有人可以 有辦法真正掌握到他的金水 因為經濟下宴他的寫作露宿 其實就是一個除媚姐媚的一個寫法 那所謂的媚是什麼 所謂的媚就是妖怪 就像我剛才講的妖怪的面具 他把那些耳熟能詳大家都知道的妖怪 比如說像河童啊天狗啊 這樣子的奇怪的妖怪 用一個新的看法去講 用一個新的方法去觀看他 然後進而去理解的日本的民族心是什麼 日本的精神到底是什麼 或者是日本人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日本這個國家到底是怎麼樣子 但是呢在台灣有辦法這樣子說到嗎 其實這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台灣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妖怪 就是當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要用很多妖怪來寫 可是我怎麼想怎麼算 大概就是那幾種而已 就是母親啊 要不然就是虎姑婆 要不然就是蛇狼君 這三個是最典型的妖怪 當然你可以說什麼人面魚 或者是紅衣小女孩 或者是什麼玉山小飛翔這種東西 可是這些東西都是很現代 它都是現代 就是現代都市化之後 它才產生妖怪 難道除了這些現代產生妖怪之外 沒有那種更根深蒂固 然後一直從以往的傳統 一直流傳的一些妖怪傳說嗎 就是我怎麼算在漢人的民俗信仰裡面 大概就只有這三種而已 因為我在研究所裡面 就是讀很多歷史的一些回憲的典型 所以說我就是慢慢找資料 才慢慢看到很多很多 不一樣的有趣的台灣 但是… 在那裡 слово… 就因為有種了